很多的宝妈在宝宝出生之后都是一直母乳喂养的,因为母乳是孩子最好的粮食,无添加,无污染,宝宝吃了之后,抵抗力要强很多,但是这宝宝倒是喂好了,这宝妈的问题就出来了,自从给宝宝母乳喂了之后,自己的熊又出现一大一小了,这些宝妈就赶紧问母乳喂养熊,一大一小怎么办? 母乳喂养熊一大一小怎么办?这些方式值得一试,一改变母乳喂养的方式,很多的宝妈在喂宝宝的时候,就让宝宝吸人一边的乳汁,另外一边的就没有管它,这就会导致出现一大一小,这个时候就要改变自己的喂养的方式了,如果是宝宝吃一边的奶都吃饱了,那么这个时候宝妈就要用吸奶气,把另外一边的奶水也给吸干净, 这样就可以帮助宝妈的乳房慢慢的恢复同样大小了 二,按摩乳房 当宝妈感觉到自己的乳房有一侧很小的话,那么就可以对少小的那一个乳房进行按摩 这样就可以促进小的那个乳房的血液进行循环,同时机器也可以刺激乳房,这样慢慢的乳房就会变得大小一样了 三,沐浴时用脸盆头冲乳房,在洗澡的时候可以用热水来冲击比较小的那个乳房,因为热水是可以提高皮肤的扩张力的,这样也是刺激乳房,是小的乳房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四,热夫家按摩乳房,宝妈可以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用一张热的毛巾来附带比较小的那个乳房上面,然后再从左到右再按摩20到50次左右,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五,进行专专业的运动锻炼,宝妈在哺乳宝宝之后,可以去一些专门的健身房进行锻炼,这样慢慢的就会恢复到之前直挺挺的胸部和胸也会变得很匀称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感谢观看